劳军视频吧 前线的义务人员 精神紧张疲劳 我们后方处于这个半坐牢状态的群众们 也心情很烦躁 我目前也是这个状态 因为我们医院通知耳鼻欧科门诊暂停了 也是要到9号 2月9号 在此之前 也是在家待着 随之后命 我可能跟咱普通人还有一个不同 就是报名了医院的这个后备队 如果需要可能我们医院内的发热门诊 可能会临时去 没去之前咱们还就发视频吧 这个 慰劳群众 慰劳前线的战士 看看这个精神放松一点 至于为什么减压说实话 我也一直不知道啊 那很多朋友说看完了 觉得能够舒缓压力啊 咱们就放放吧 今天放小干片啊 前几天都是这个 肉干啊 什么的这种啊 叮咛 存量油线啊 存量油线 希望这个早点过去吧 再这么耗着 库 库存的也发光了 到时候真的是干凑眼的 你现在都是在发库存 没有新的门诊啊 弹药现在新的补充不上 骨膜表面啊 骨膜表面的干片系列啊 这种呢 我是按针菌处理啊 当然最传统的方法是 把它点药浸泡啊 冲洗 跟丁獰其实处理区别不大 但这个 因为体积比较小 完全附着在 骨膜和外道的表面啊 所以说点药浸泡 有的时候 效果不理想啊 所以我习惯能取的话 就直接取了 把它撕下来啊 这种薄片 操作那需要极其的谨慎呢 这个比丁獰清理可要 更加的小心 外道的地方真是 不能说吹弹得破吧 这可能有点过了 但至少也是非常脆弱 这个皮肤下面的血管 直接就可以看到清净楚楚 金属的东西啊 稍微一碰 很容易出血啊 先撬一个小边边出来 哎呦 这几天这吃了睡 也睡了吃 以前总是很向往 这种猪一样的生活 现在发现这个猪也不容易啊 这这玩意儿 太闷了 不能出门 今天看到这个 很多朋友说提议说 等这个疫情过去了 国家能不能让大家 重新再放个新年假期 哎呀 这真是 今天这个年过得 忒惨了点了 粘在骨膜表面啊 这个呢 症状可能不会太明显 有的人 如果是短期内出现的啊 他就是一个耳闷啊 或者就觉得耳朵里 像隔这层什么东西 这种感觉啊 如果时间很长 可能都没什么自觉症状 这个表面接下来 接下来以后 这个后期肯定是要打药的 但是我这个 这是因为以前老的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当时放的时候 我的现在想不起来还有 是不是已经有打药这个技术了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 这是2018年 我好像是2018年的中旬吧 弄出来的这个打药的这个东西 这人双感都有啊 这个人是好像是双感 刚才是他的右侧啊 现在是左侧 一样啊 小薄片 这个东西呢 如果用 前方就是骨膜啊 这东西如果用额镜啊 就我们最普通的 就医生脑袋戴那个反光镜 可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哦 看见看见这个 勾着贴在骨膜上了一下 这个骨膜正常的骨膜啊 正常骨膜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那就真的跟那个 咱们打的那个手骨的那个 接近啊 类似 当然弹性没那么好 就是原理性是这样 他有一定的弹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这个 耳内镜骨膜上操作的一个基础啊 如果这个 嗯 很多人也就是在问这个问题 说掏耳朵会不会把骨膜掏穿啊 正常情况下 神志清醒的人 是不会的啊 因为这个触及到骨膜以后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你稍微力量一打就会有这种疼痛感 因为骨膜上有这个三叉神经的 嗯 分支啊 它是骨膜这个上面的是归三叉神经管 就很敏感 我们在做这个骨膜穿刺的时候 刺破骨膜的一瞬间 嗯 需要一定的力量 而且会感觉非常的疼 所以我们如果有棉签去捅的话 除非当然是如果你拿棉签套的时候 旁边有人撞你的胳膊了 这也就不好说了 如果自己在把骨膜捅破 一般来讲神志正常 没有自残倾向的话 应该是不会的 理论上是这样 理论是这样 跳这个小干片啊 咱们争取啊 争取这个把这个库存里的 这个干片系列啊 牛肉干系列啊 包括单子流系列啊 因为这个真菌呢 有一部分是这种粘了半机的 视觉不太好 单子流呢 有一些又雪子糊拉的 所以 适合这种公开展示的不是特别多 我们弄一些稍微清爽一点的吧 这个只能由专业人士操作啊 我这个再次提醒大家 还有一个 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 这个出现这种问题的是极少数 多数人的耳朵呢 他 多数人的耳朵 他是不需要做这种操作 也不需要任何处理 耳朵一样的话 当然就别的问题 如果耳朵也不一样 没有任何处理